艷阳高照 慈济菲律宾分会 在季顺市发放大米 社交距离要维持 队伍就会耗荡长 民众防晒配备出动 除了口罩 还有帽子 头套 毛巾 各自装扮 一位年轻人 摩托车上一桶水 助人解渴 年轻力壮 负荷得了25公斤大米的民众 扛在肩上满脸笑容回家去 住得更远的 央请有车一族同行 也有志工号召了摩托车团队 我们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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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我们的食材 给我们的食材 不错 货柜车停路旁 民众列队领取物资 附近的富贵村村长和村民 放弃在家舒服休息的时间 协助动线引导 我们在这里 支持苏智基研导 在帮助禁止货品 给巴朗盖 古巴拉拉和班索 我们非常支持 因为我们很高兴 一个企业 像Chu Chi 是为我们不幸运的 同企业 这是一个美丽的事 我们很高兴 成为一部分 天气越来越热 发放行动应变 提早到上午7点开始 一念体贴的心意 让大家减少破晒 皆大欢喜 白新闻杨碧芬 雅关 菲律宾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